大家好 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淘宝的厕所好物 今次就会跟大家分享 厨房和食物相关的淘宝好物 跟上次一样 今次很多介绍的物品 都是在一间叫做天天特卖工厂店的淘宝店买的 这间淘宝店是淘宝的outlet 所以比一般的淘宝店更加便宜 但大家也要注意 它们散货的速度很快 我今次介绍的很多好物 其实都已经是没了货 不过大家都可以去这间淘宝店 搜寻适合自己家的物品 基本上你想得出的小益家居用品 都可以在这间天天特卖工厂店里找到 大家尽情去寻宝 好了事不宜迟的 立即去片 贴在星盘里面 完全不需要占压外的位置 海面的水又不会滴到周围都是非常好的设计 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 我买三个装 卖家都只是送了一支胶水 因为我有三个架 他送一支胶水只是刚好够用 大家记得要将胶水平均分配 而且胶水一开就要用完 无论你买多少个架都好 他都逼你要一次过就安装了 这个刀架是一件棉钻墙坑位的产品 我们买了最基本的一款 可以放八把刀 但是因为我们实在太小刀了 所以还剩下很多空间 他前面还连着挂钩 但这些挂钩都很轻和很幼 有时你洗完煲盖 放在勾里浪杆都可以 这个垃圾桶是免触式的 里面有两个桶 我们又放垃圾袋那边 是放一般的垃圾 而另外那边就是放可以回收的物料 因为他这两个是完全独立的桶 他不是一个桶 里面再分两格 你就可以很方便把整个桶拿出来 拿去垃圾房 把不同的物料放回相对的回收箱 另外垃圾桶下面是有脚踏的 如果你有很多垃圾就可以放在这里 如果你不喜欢免触式的 其实你也可以按close和open 至于充电 就只需要拿起个盖 用USB充电就可以了 我几年前看汪夫的一条YouTube短片 叫做How I Became an Adult 里面有提到一个不用碰就可以开的垃圾桶 那时候就觉得很高级 到了今次搬家 有机会去添置一些家品的时候 我对那个垃圾桶仍然念念不忘 于是我就上伟大的淘宝去搜索 竟然都有类似的产品 而且只是200元人有找 换了这个水龙头之后 不单出水的力度强了 而且还可以自由调节到不同的角度 適合我们这些长方形的瓷盘清洁 这块是我在煮食的时候会用它来 放锅盖、锅铲等等的东西 有了这个架之后 放和拿都方便很多 又不用弄到周围都弄髒了 两块是可以分开的 清洗方便彻底 不过这一块东西完全是用胶做的 非常轻身 摸和看下去就有点便宜了 而且它的折扣速度也有点快 那时候看到这个Duffy围困 这么便宜 是11个多人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它变了19个多 因为它这么便宜 就贪得意买一件来试一下 因为我看到它网上的样子 Duffy也做得挺真 实物又真的跟网上的图是一样的 它的配色很和谐 质地也是滑滑地防水的 而且两边是有毛巾质地 给你可以抹手 它还有挂颈和背带两款可以选 真是物超所值 这个带一些奢华的餐箭 实物和在淘宝上看到的图是一样的 不过因为它是一丝丝 食物的碎比较容易藏在丝丝丝中间 清洁比较麻烦 而且正正是因为要特别清洁丝丝丝丝中间的地方 多了摩擦都比较容易会令丝团裂 这个防热手套很厚实 能够有效地隔热 它的图案还有一点像Mary Mikko 它是用来揭开煲盖的时候防热的隔热箭 和刚刚介绍的防热手套 在同一间淘宝店买 我特意买同一个pattern 配合一套 它的物料都一样厚实 一揽双层 单手都可以做到溺水 内揽有洞 而且可以转90度 方便快捷 这个搅碎机的使用方法很简单 只要将食材放进去 再拉一拉就可以弄碎 我通常用它来做蒜蓉 以前很难去剁蒜蓉 又想吃蒜蓉的时候 我就会买你这样的一瓶瓶现成的蒜蓉 但是那些用油浸的蒜蓉 始终没有新鲜蒜头那么好吃 现在有了这个搅碎机就解决了问题 除了蒜头辣椒这类食材之外 它也可以将生肉做成免治肉 我爸妈很少买现成的免治肉 因为现成的免治肉一般加入了很多肥肉 所以我爸妈通常就会用手剁 另外要将给宝宝吃的食物磨溶磨碎 这一部机都可以帮到手 还可以自己控制食物溶懒的程度 今次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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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